我讲一个道理给你们听一听 你们知道不知道 功德和福德有什么区别吗 功德厉害 因为功德的话 你有一个灾难来了 人家算命39岁 你有一个车祸 你可能会走人 或者39岁你会生癌症 这个时候你只要跟菩萨说 关心菩萨 把我所有的功德来躲开这个灾难 可以消业症 而福德就是你去帮助了他 帮他家里做善事 帮他买东西 或者买东西给他 尊老爱用 但是你没有用心 没有学佛 只不过是做人天的福报 所以你得的这个福 很快就会归还于你 当你有灾难来的时候 你一定受灾 因为你的福已经受到了回报 我今天对你好 他对我好回来 那么就结束了 而功德是能够消业障 大家记住 凡是参加法会 凡是在法会上 哪怕把一个纸剪起来 哪怕把布拉拉好 哪怕搬一个板凳 全部都是功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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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